曾国成落泪求和解。 爱丽丝终于回应了。 女性爱丽丝闪电再婚,近日为英国外交官老公生下混血儿子,先前同住内湖的邻居曾国成,曾在去年表示对于这段恋情不看好。 爱丽丝也因此气道,向她表达内心有疙瘩,经她录金牌大间谍便向爱丽丝喊话,希望能够重修就好,而爱丽丝也回应了。 爱丽丝在2015年与日记老公黄姆刘已离婚,独自带助女儿黎一将在法国工作,并在去年10月认爱外交官男友,12月接受求婚,更在本月2日宣布与外交官男友结婚,唱下儿子威廉蒂。 在爱丽丽丝忍爱时,曾国成受访曾说,不看好丹祝福。 疑似种下爱丽丝心结,与曾国成默默失联。 爱丽丝二度踏入婚姻,图翻设字脸书,200118万0305。 曾国成表示,无论是爱丽丝的恋情,生子都是从报道得知,听闻爱丽丝在台湾坐月子,也期盼能在爱丽丝里台前见上一面。 问及会不会与爱丽丝主动联络? 曾国增探说,人家都只会用脸书来发稿,我只有被控制的份,永远只有听说。 严谈间相当无奈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爱丽丝在看新闻得知后也是出善意,表示曾国成对她来说一师一友,不会有心结,也感谢她如此重视,受宠若惊,这次返台已经有跟她联络上,并约好坐玩月子碰面,以行动破冰,平息曾国成天涯若比林的一口闷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